大家好,主播慷慨有余,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晶圆代工龙头大厂台积电日前公布了4月营收,合并营收金额为新台币3495.67亿,同比大涨48.1%,环比增长22.2%,创下历史单月新高记录。 累计2025年前4个月,营收约为新台币,一兆1888.21亿元,同比大涨43.5%。 根据台积电一季度法说会上的指引显示,预计第二季合并营收以美元计算,金额将在284亿至292亿美元之间,较第一季增长于11.2%至14.5%。 而以亿美元兑换32.5元新台币的汇率基础来预估,营收约为新台币9230亿至9490亿元,较第一季增长10%至13%,较2024年同期增长37%至41%,毛利率57%至59%,营业利润率为47%至49%. 然而,因为近期新台币对美元汇率急升的关系,因市场估算,新台币每升值1%,营业利润率恐下降0.4个百分点,这使得新台币升值将对台积电第二季营运造成不小压力。 因此,第二季会不会因汇率损失的影响而导致业绩不如预期的情况,还有待后续观察。 根据台积电的规划,即将于2025年下半年量产的2奈米制成,因为受到市场客户的青睐,除了苹果之外,AMD也宣布将采用,挥达及其他科技大厂加入未来也将加入,可谓是需求强劲。 再加上2奈米粮率相当起源,其采用奈米片电晶体GAFET设计,与N3E节点制成相比,2奈米的效能提高了10%至15%,预计将成为超越3奈米的最畅销制成技术,有助于提升台积电的业绩。 另外,在2025台积电技术论坛台北厂活动上,台积电业务开发及全球业务的资深副总经理、继副共同营运长张晓祥表示,台积电即将量产的2奈米制成客户采用度非常高。 张晓祥指出,半导体产业时下最热门的词汇是AI。 从半导体的角度来看,2024年被视为AI的本命年,AI应用对各个半导体领域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,而且这个趋势在2025年预计将继续非常强劲。 因此,从半导体应用的角度来看,AI的主要驱动力是在领先制成节点上,例如5奈米、3奈米以及未来的2奈米。 同时,CoOS等先进封装技术也非常重要。 另外,AI的最大市场来源是高效能运算,HPC。 AI之所以能引领未来半导体发展,最重要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能源效率。 由于半导体制成技术不断推进以及设计构架的严禁,能源效率大约每两年会提升三倍, 使得能源效率被认为是未来AI发展最重要的基础。 尤其,AI的许多应用目前都在云端,未来或扩展到边缘端,使得未来的半导体环境将完全被AI所驱动。 AI应用在各方面都会蓬勃发展。 而就整个市场与应用趋势来说,智慧型手机的高阶机款将大量采用领先技术。 然而,即使是最先进的手机,能源效率仍然是最需改进的地方,模拟应用的影响力依然很强。 至于汽车方面,虽然汽车市场整体相对疲软,但在半导体应用方面,汽车对先进制程的采用正在加速。 这主要归因于自动驾驶功能的进步。 而且,目前自驾功能晶片大部分仍使用12奈米或8奈米制程,但未来将加速进入5奈米或3奈米制程。 而且,越来越多车用电子装置,甚至被视为会比机器人更先前前一步。 电动车的制造过程也越来越电子化,如同智慧型手机的制造。 而在机器人方面,真正的机器人,特别是目前热议的人型机器人,是未来的趋势。 许多汽车制造商正在将汽车的概念延伸到机器人领域。 人型机器人需要极高的智慧程度,这来自于先进的处理器。 它们需要大量的复杂电子零件和先进软体来实现功能,例如模仿人手动作。 因此,未来的机器人需要达到10倍的进步,包括价格、功耗和运算能力。 这将需要更先进的制程技术。 而网络通信技术标准约每10年增加10倍的频宽,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运算能力。 比如,从WiFi6到WiFi7,需要更多投资来提供更高频宽和更多功能。 针对这些市场发展趋势,张小强强调,台积电的技术路线图具有可预测性,并且是客户导向的。 他们会提前宣布未来两三年的技术,以便客户规划产品。 在N3制程方面,现在已进入量产的第三年。 持续有衍生的制程,例如N3E提升效能,N3B提升效能与密度, 以及未来针对HPC的N3X更高效能、更高频率。 而接下来的N2制程客户采用度非常高,第一年的是N3E5第一年的两倍,第二年更是达到了四倍。 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也开始采用最先进的制程。 至于,新开发A14制程,预计到2028年进入大量生产。 该先进制程相较于前一代N2,A14的效能将提升10%,能源效率提升30%,逻辑密度增加超过20%。 能源效率和逻辑密度的提升对于AI和HPC应用非常关键。 A14也结合了设计与技术的创新。 并外,在A16制程方面,则是第一代采用背面供电Super Tower Rail SPR技术的制程。 SPR将电源网络放在晶圆的背面。 A16的研发进展顺利,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进入量产。 而A16将为AI和HPC带来很多优势。 至于,在未来电晶体技术上,台积电研发团队正在探索GAA Gate All Around等创新技术。 比如,使用Seagate Compound Gate材料制作的返香器,以展现了优异的效能。 材料方面,也在研究低维度甚至2D材料,以提供未来更多机会。 而为了应对AI运算需求,需要更多的运算核心,这催生了3D整合技术。 台积电已推出System on Wafer的概念,利用整片晶圆作为中介层Interposer,这相较于传统封装,可带来40倍的整合尺寸提升。 同时,为了提升能源效率,光电整合是未来重要的方向。 目前,光电转换都发生在机柜顶部,未来目标是将光地元件与电子晶片整合在封装层级。 这能带来额外约两倍的能源效率提升。 另外,除了最先进的逻辑制程,特殊制程技术也非常重要。 张小强强调,这包括感测器、sensor、电源管理、Power Management PIVIC Technology、射皮RF,以及嵌入式记忆体Embedded Memory。 嵌入式记忆体,特别是嵌入式非挥发性记忆体ENVM,越来越多地整合到逻辑晶片中。 主流的ENVM包括RAM、RAM和MRAM Magnetic Friend,它们与逻辑制程相容,且易于微缩。 这些技术能将记忆体储存单元嵌入逻辑晶片中。 电源管理技术方面,高低压技术很重要。 将高低压技术导入到较小的制程节点,可以大幅降低28%功耗并增加逻辑密度40%。 台积电的电源管理技术发展蓝图也着重于提升低压能力。 最后,张晓翔表示,半导体业正经历非常重要的战略变革。 以他业界30年经验来说,仍对半导体未来充满信心。 要理解市场,最重要的是关注长期发展趋势。 这些趋势是由基础技术、商业或经济所决定,而非短期市场动荡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